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头 然后呢有一个哒哒哒哒的那个动作 我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有态度 就是那种很干净的那种态度 然后那个哒哒哒的那个呢就是也是跟着那个旋律一起的 然后我觉得 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帅的 对 然后怎么教呢 要怎么教呢 然后就低头 然后 抬头 然后 打赞 打赞 有没有打歌舞台 想看现场 夏天来了有没有可能见到金发 打歌舞台肯定会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金发的话呢 嗯 因为我就是其实也挺想染的 但是呢 头发条件不允许 我也没办法 这样 以后吧 以后有机会就还是给大家染回金吧 宝贝 请问2000万福利是什么呢 可以透露一下吗 2000万福利 你猜是什么呢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 给这次的EP酱打分会打多少分呢 下一次的EP想尝试什么样的风格呢 80分 下一次的EP尝试风格呢 比酱要稍微的 就是表达的可能要稍微不是那么硬朗的那种感觉 可能需要 就因为夏天来了 我想出一个那种偏夏天感觉的歌 琪琪在舞台上最喜欢什么样的造型呢 喜欢扎发还是披发 喜欢浓妆还是淡妆 舞台上的话 我比较喜欢还是酷一点 扎发还是披发的话 这个 我一般都是根据服装的造型 但我平时的话 一般都是披头发多一点 然后喜欢浓妆还是淡妆 淡妆吧 因为舞台妆可能就会稍微的 稍微的浓一点吧 我想知道琪琪最喜欢什么发色 夏天要到了会喜欢什么样的搭配呢 琪琪喜欢什么味道的香水 看我看我 我喜欢 其实我也挺喜欢金发的 对 夏天会有什么样的搭配 夏天啊 舒服吧 舒服为主 因为我平时穿的也就比较宽松嘛 然后夏天肯定也应该是差不多 我喜欢的香水的味道是那种 不要很很重 但是要有一点甜味的 我喜欢甜一点的香水 嗯 就这么果香的那种 琪琪五一假期怎么过的 五一假期工作呀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自拍进步好大夸她 终于说我自拍进步了 谢谢你 宝贝有按时吃饭吗 胃怎么样了 腿和小脚还疼不疼 哎呀 我有啊 有啊 嗯 都好多了 没有 没有什么事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做我老公 安排 安排 安排上 琪琪教学一下 这样怎么现场打call吧 妈妈想学起来 等你演唱会给你加油 我觉得这个打call 然后现场打call的话 我看之后就是想一想 要怎么去打call 然后看给你们就是 录一个视频啊什么的 这样你们会更方便学嘛 对吧 嗯 琪琪对哥哥粉 爸爸粉 有什么想说的吗 哥哥粉 爸爸粉 妈妈粉 女友粉 姐姐粉 妹妹粉 就是一样的 就是宠爱我嘛 然后 就 你